当地时间21号,美国再次发生校园枪击案,造成两死两伤,而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有12岁,警方正在调查他行凶的动机。 2013年10月21号,周一,清晨7点多,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的斯帕克斯中学,小车正在把学生陆续的送到学校。 经过短暂的秋季假期后,师生们迎来了崭新的开学日,但谁也没想到,悲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。 7点16分,一名12岁的男孩拿着一把半自动手枪出现在校园里。 据现场目击者描述,这名男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情绪失控,掏出手枪就向周围的人群开枪。 当时现场有二三十名学生和几名成年人,有人中枪。 随后,男孩走向了在场的数学老师兰茨伯里,让他退后。 兰茨伯里一边退后,一边劝男孩让他把枪放下,但这个时候,男孩向兰茨伯里开了枪。 兰茨伯里胸部中枪,应声倒地,当场身亡。 在场的学生一片慌乱,四处逃散。 十二岁的枪手随后开枪自杀。 在场的学生事后回忆,他们一共听到了四五声枪响。 除了兰茨伯里遇难之外,还有两名学生重担,伤势严重。